吴家太极拳是太极拳重要流派之一 拳幼宫河北大兴人 学艺自杨家太极拳始祖杨露禅 及旗子杨班侯 第二代吴建拳宗师 承传复役后 将拳架逐步修订 润式定型 成为现实吴式的一个流派 吴建拳宗师 为吴式太极做出了重大贡献 吴家坐式轮椅太极拳 是著名吴式太极拳家 吴光宇老师授权时所编 吴家坐式轮椅太极拳的创编 是因为一些身体残疾 和下肢行动不变者 也希望通过练习吴家太极拳 实现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 在众多残疾人的要求下 吴光宇老师 为了残疾人的身体健康 和更加广泛的传播 吴式太极拳 在根据吴式太极拳传统套路 结合残疾人的实际情 骨贴腕不变 右手内旋便手心向上 坠肘吸垮 以垮带手向下 回撤于胸前 上动不停 身体微向左转 扭动腰部 两手接上式 由左向右滑鼓 向前方翻掌推出 两掌高于肩平 两眼目视右前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